好,接下来看的这个是跟AI比较无关的 因为上面看到的是生成语法 那但是对工程师而言呢 你要能够产生语法之前,你要先能搞定字眼编码 你搞不定unicode ASCII code 你怎么写那些程式 所以万事起头难 你要先从字眼开始 那字眼在工程上永远都是个问题 但是在科学上永远都不是个问题 不过字眼上面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各位知道有一颗石头 它解决了历史上面很大的一个问题 有一颗石头 是一个碑文 那个碑文同时记载了三种文字 后来那三个语言 其中有两个不认识的 就靠这颗石头解掉了 因为它是一篇文的 用同样的三种 同样语意 但是三种语言写下来 那个叫什么石啊?我忘记了 有曾经有 考古学上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时候 所以在破解这种字母密码上面的部分 那个石头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另外在生物领域呢 那么破解密码上面 也曾经出过这样的伟大科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 是谁? 而且这两个人不只 应该不只是诺贝尔奖得主 它基本上是近代生物科技的创始人 就是瓦森和克里克 他们破解了蛋白质密码 然后了解了DNA的双螺旋和结构 克里克后来又破解蛋白质密码 所以这两个人 把那张表做出来 哪一种DNA序列 三个字的对应到哪一种蛋白质 克里克把它做出来 OK 那这里 我们没有那么复杂 不需要过紧 但是我们只要制定就好 因为电脑只有零与一 你到底要用几个bit 代表一个字 那这个一直还是个问题 各位知道 RST后是用八个bit 代表一个字 所以呢 它最多只能够 其实RST最早是用七个bit OK 所以它其实只有用0到127的部分 128到25没有用到 后来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用了bite为单位 也是八个bit为单位 所以后来RST都还是用成一个bite 结果128到25没用到 那各位知道中文 你们早期的系统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早期的中文系统都是利用128到25这一块 去延伸出两个bite 然后就创造出中文系统 所以bite是我们台湾一直用到现在 都还在用的编码系统 如果你不要选unicode 你选运设 它其实就是bite ok 那bite的编码 它其实就是用ASKEY 后面没用到的那一块去做 它有字码区 0XA1到0XC6 这是主要办法 0X40到0X71 这是主要办法 那这是ASKEY 后的方式 那你可以写一个程式 把ASKEY 后的所有中文码列出来 这个程式就做得到 这个其实蛮有用的 因为你这样列出来之后 你会看到一大堆 你不认识的中文字 后来不认识的中文字 那你会看到列出来像这个样子 这是它的结果片段 那有些呢 画面印不出来 因为它 我们没有那个字型 豆子模式没有那个字型 一定练模式没有 那 你如果去印出中文 那 如果你一个byte 一个byte 你会发现 根本不是要在验诊 因为 一byte是用两byte 但是英文的部分 它用一byte 中文又用两byte 所以很难处理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一byte 什么时候要两byte 很难处理 那这个是程式设计人 才会碰到的问题 那所以如果我们 单一byte 印出来会长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中文印出来是这个样子 这才是真正的 应该显示 但是你其实是 某个码加a 好 是某个码加n 所以它印出来一变这样 金塔尔是某个码加i 那所以这种 这种singlebyte的方式一直很难用 所以后来就发展出两byte unicoe原本只想要收两byte 后来呢 因为收不下 两byte最多只能够 放六五三六个字 六五三六个字 可是中文就给人家占掉好几万个字 那再加上日文、韩文 其实中日韩最麻烦 中日韩文是全世界上 占unicoe占最多的字 英文就二十六个字母 大小且五十二个字母 阿拉伯数字加上去也才六十二个字母 再加空白 和一些符号 一百个左右就搞定 但是 中文就要给人家占到几万个 而且加上韩用字 而且加上韩用字 根本就放不下 所以他后面才又去扩充 本来想说六五三六就够 然后为什么 因为两个byte unicoe原子设计是用两个byte去编码 一个byte是二五六 一个byte可以表达0到25 所以256 两个byte就是 就是二的十六次方 就6536 ok 如果你用四个byte 就可以表达4G个字 哇 那就多了 那又不完 所以 现在unicoe其实有 原本预设是用两个byte 后来 因为涵盖不下 所以他其实有用扩充区 他把某一区拿来做扩充区 而且他有固定的变化规矩 所以就有utf8 utf16 utf32 所以unicoe 他其实后来 为了要处理这种 这种一直扩充的问题 所以他把字符集 就是那个字型 跟那个编码分开 那编码就有所谓的utf8 utf16 那所以utf8就是 英文去用一个byte 然后 然后其他码用两个byte 以上 那utf16呢 就 就其实他还有分le 和be bigandian 他就说一点 两个不一样 所以后来他们把这种编码 跟字型分开 那这里其实C元是可以处理unicode 只是一般人不会去处理 C元要处理unicode 所以如果你要用 本来是strcdy strlen 通通都改成wtslen wtscdy 而且你要引用 引用local 去设定一些 做一些设定 所以 所以 这是我们用unicode 的 印出来的东西 在C元 但在像java 或java3 就其实unicode 不太是问题 因为 C元其实是比较低接 他说byte就byte java根本就 但是他的自圆本身就是unicode 那 csharp也是 自圆本身就是unicode 后来的语言几乎都内建unicode 除了ruby以外 ruby坚持不要用unicode 因为 他觉得code永远都不完 所以 他是用转移方式 转移bystream 一层的byte stream 他有用一个叫 毁车的一系 毁车是日本的 应该是一个蛮著名的 资源的 处理的 一个海线库 那这是 MBS图 WCS 就是把 把那个 把那个 一般的byte stream 转成unicode 的方式 那 WCS 就是把unicode 再转回MBS 转回 一般的 四串的表示 那这个 就是 如果你 今天在自圆圆裡面 要用 unicode 的话 就是sdl 也要改成wcs 但是 其实 不见得 这样做很好 所以也有人很反对 用wcs 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觉得 更好方式 那 但是你如果用 高阶语言 就通常 unicode 那一届 就不需要管 那这里有 做一个 减繁体 互转的程式 就是 困难你只要有 减繁体 对照片就可以 那把减繁体 对照片 弄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 有载入一个 减繁体 对照片 然后呢 把字 一个一个转过去 这个是 t5s 盘检 对照片 然后 拿一个一个 转过去 那 这个 程式 合理参考 网络上 应该也有很多这种功能 但是如果你自己想写一个 用c元 也不是真的很难 大概层次 大概两页 没有很多 那 刚刚我们看到了 生成语法 那个是比较高层次 现在到字元 这是最低层次 跳得有点远 在语法到字元之间 还有一个东西啊 是词汇 词汇其实看起来很容易 其实是不容易搞定 为什么 因为 重点是词汇的语义 是什么 那才是关键 什么叫一个词的语义 我知道不可的语义 或许就是诗这个东西 但请问什么是椅子的语义 什么是历史的语义 我知道实体的东西 比如电灯 它的语义 但是 请问 什么是虚拟的东西的语义 比如说 什么样叫虚拟的东西呢 想看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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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的语义是什么 爱情的语义是什么 很难描述 但是即使是实体的东西的语义 是什么都有问题 比如说 我说电灯 好 电灯的语义是什么 电灯只是两个字 但是真正对应到的是我们 现实生活上看到的那些 会发光的那些 照明的东西 但是每个电灯都长得不一样啊 有些是球状 有些是管状 还有占有实体空间 它是一个集合 它是个集合 一定要列举出来吗 但是列举不完啊 先把包含在这里 不一定要列举 包 包叫什么 像一个 编和它条件 对 那什么叫编和它条件 你能列举出电灯语义的条件是什么 不行啊 那那会想到它里面充电的语义 是啊 所以其实很难 对不对 那什么叫电子 你不了解电子 你又怎么能了解电灯 那你还要跟乌斯灯跟 跟那个奶气灯 对不对 那乌斯灯的通电原理 奶气灯的通电原理 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到底什么叫做了解电灯这件事情 到最后你会发现 这件事情才是最难的 自然语言里面 从来都没有办法处理的就是这个事情 但如果他了解这个事 我们就会觉得 他真正了解 但是从来没有人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全世界的知识 而且这个知识呢 你还不能够只在抽象空间操作 你还得在实体空间 有办法操作才行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今天讲一个句话 给电脑 把那个电灯 那个电灯坏掉了 把他给修了 这个电脑就要去理解 假设他有机械准备 那什么叫做给他修了 那他就看 OK 那个电灯是不是不亮 所以他有眼睛 对不对 他手去夹住那个电灯 到底是启动器坏掉 还是那个灯管坏掉 他要去判断 哪一个电脑能做到这种事 所以 语言其实 如果你 以行动来作为他的判断准程的话 牵涉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因为他就是AI 他就是人工智慧的终极目标 所以到底什么是语意 这件事情在自来语言处理里面 根本就没有简单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什么是词汇 词汇 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词汇的表象 也就是那个 Beatstreet 或Unicore 或Azkiko 那个东西 然后所形成的好几个字合在一起 就词汇 OK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暂时不去讨论它的意义 那词汇怎么去找出 譬如说一个英文词汇 英文有个特性 对不对 它词和词之间通常用空白或符号分隔 所以英文要取出词汇的简单 请问什么是一个中文词汇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字 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造出一个收入 全世界所有中文词汇的词词 词语 请问这句话里面有几个词汇 但是一个词汇吗 还是但是是一个词汇 我是一个词汇 我是一个词汇还是我们是一个词汇 G是一个词汇还是几乎是个词汇 不可能算这个词汇吗 中文在这里就开始出问题 英文没有问题 因为有空白和符号 建立规则怎么建呢 一个办法是记录一本词典 对不对 然后有在词典里面的叫词汇 没在词典里面的就不叫 但这样的方法够不够好 中文在句子里面通常都是 两个字最少的 有可能有一个字的 对不对 像我的话 如果他后面是可能 他就有两个字一起 对 因为我讨论 就是两个后面如果一件词 那就是他那些词汇 我不是直接讨论 这很爱 对 但是你要怎么告诉词词这件事 你要怎么写一个词词 把这个句子变成词汇 怎么写一个词词 把一个句话变成一堆的词汇 这个叫做词汇扫描 我要怎么写一个词汇扫描的词 是在英文上面很容易 空白或透点就是词汇的分格 中文怎么办 这个英文很容易啊 如果是阿法 就继续 所以他的扫描词词很简单 但是 中文 通常我们要靠词典 否则的话 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一个词汇 但是我靠了词典 那就会有 我的词典到底收入了全世界所有的词汇 没办法 而且 这些 常常会有新词发生 对 O R Z 之类的 对啊 新词 那这些新词 会继续出现 那 所以 到底 中文的词会怎么样 其实就很困扰 OK 那我们可以做 把这个词典塗进来 然后呢 做转换之类的 然后 不管是在中半音 还是 在 减转版 或之类的 都可以用到 OK 但是 减转版其实有个问题 对不对 你知道 那个 这个 大陆把这个面 变成这个面 对 啊 所以他要从 简再转回反 有时候 转步回来会很错 那 这时候你就要靠 词汇来转 哦 没有靠词汇的话 你就 这个面永远都是面词的面 因为他有 两个是对应到 一个词的情况 OK 那 这里 就有 我们的 写了一个程式 去处理这个字 好 那各位可能会看到 我写的这一行很奇怪 S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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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 Unicode Unicode版的 SWS OK 那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是 碰到那个 就停下来 这个是一个支串 一个支串 空白 淋下来 然后这个呢 奇怪 我觉得这一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Person 这里 Person 然后呢 括号 或这个符号 或这个 怪怪的 碰到这个符号就停下来 对 那现在他要把这四个分别扫到这里 这里 这个扫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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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为什么 因为 格式 看一下他的格式 因为他的括号 他现在在抽括号中间的那个东西 然后这边呢 剩下的就是写线后面 所以会用这样子抽的原因是 这个 好 那中文的词味扫描 我们要断词 断词就有个问题 这里 黄妈妈爱吃牛肉拉面 好 问题来了 黄妈妈爱吃牛肉拉面 到底是几个词啊 妈妈是个词 黄妈妈算不算个词 爱是个词 爱吃算不算个词 牛肉是个词 牛肉拉算不算一个词 应该不算 牛肉拉面算不算个词 可能不算 到底应该 怎么断词 你可以极度的 每个字都是一个词 那就这样断 你也可以 用最长的 黄妈妈爱吃 牛肉拉面 一般来讲 我们会觉得最长比较好 对吧 因为光是牛肉拉面 你没有办法对应到 那一个东西 但是牛肉拉面 你就可以对应到 那一个概念 这个称为长词优先 如果要评判的话 我们会认为 词越长越好 这个长词优先法则是在中文处理上面 一个 几乎大家都用 但是大家都不会特别把它讲出来的东西 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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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典里面 比对到的词 我从最长的开始 那怎么做 很简单啊 我现在知道 黄妈妈爱吃牛肉拉面 对 我现在呢 就先从 假设中文词最长六个字 好 最长六个字 黄妈妈爱吃牛 有这个字典里面有这个词吗 没有 黄妈妈爱吃 字典有这个词吗 没有 黄妈妈爱 字典有这个词吗 没有 黄妈妈 假如字典有黄妈妈就找到 假如字典没有黄妈妈 那他最后就是只找到黄 然后呢 但是字典会有妈妈 所以就会变成黄 妈妈 好 OK 那这是词汇的处理 这是长词优先 这个法则 但是这个法则不是永远都对 有时候长词优先反而是错语 好 举个例子 什么 什么时候长词优先会错 好 就是说 连战连拜 连战连拜 照理讲 他应该要出现在字典里面 假如连战连拜 没有出现在字典里面 他会找到一个词叫连战 显然 显然 是不是对 他应该干脆会成连战连拜 就好 好 所以词汇 那又是程式 工程师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工程师很可怜 为什么 工程师永远要去处理 那个现实世界里面 会发生 但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定律 墨非定律 我觉得工程师往往永远都在搞 墨非定律的问题 对 因为你做一件事情 总是会一直有错 一直有错 一直有错 你就一直去改 一直改 你怎么改 老师 建字典党 建规则比较难 就比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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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字典党 一定要建 因为不是所有的词都可以用规则处理 但是规则表也需要 那规则表 谁比较难 看你建的量 哪一个比较大 字典党比较容易建 因为你只要 照着打就好 但是规则表的话呢 你要想 就算不算是一个规则 那什么叫规则 你就要有词类概念 什么叫数字 什么叫 就把词做分类 那如果要建 不是要去把中文的语法 全部都带主流 对 但是你也可以建的很简单 像英文的语法 我可以建的很简单 但是也可以建的很复杂 那网路上有很多词典 像当然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网路词典 但是你看 他所建的是字典党 就是字典党 但如果要建规则表 我们可能就要 就要 比如说 什么什么什么面 对 这个规则 那这个要怎么描述啊 什么什么什么 四个字一定是个面吗 那乌龙面只有三个字啊 拉面只有两个字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建这种规则 有时候拿捏不好的 从前面往后判断 从前面往后判断 对 如果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字 那他就是一个字 如果不是 就直接跳下一个字 对 那 这是一个法则 当然一定有例外 对 一定会有错的情况 但是 没办法 我们自然语言里面有太多 没办法用百分之百精确的规则描述 老师你做到那个吗 有啊 我在中医院当过两年的研究助理 我们那一组 我们那一组 就是 跟着许文连老师做 基本上 他是那个 那个 自然输入法的 方明人 那 我们后来都来做自然语言处理 但是都没有成功 只有自然语言处理 是一个 改变产品的东西 真正自然语言处理的部分 其实都 只能够 做 学术草论 或者是 学术 学术的语言就证实了 但是要做到商品化的证实 是有困难的 好 机器翻译系统 现在Google做那样是商品化 但是不够好 好 同样 我们也面对到同样的问题 很难 还上架 好 所以产生比较容易 刚刚我们看过论文产生器 对 但是 火烯就比较不容易 火烯是倒过来 就是产生是 我从语法开始 一路变成文章 对 这个其实比较容易 但是呢 我要从文章 变成语法 或文章变成一棵树 火烯树 不容易 那所以 这边我们来看 语法火烯 这里是一个火烯器 我写的很简单的一个火烯器 那 ok 我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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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知道 语法1 产生t 然后呢 加减乘除1 对 所以我就先比对一个t 接下来 如果是加减乘除的话 就再比对一个1 这是一种叫做地围下降法 然后 的火烯器 有 有上了一下 比我一下降 我一开始就知道 我要比对一个 变算是1 然后 就是比 比的时候 我知道 分据语法知道 他先要比对一个t 然后 再比加减乘除 再比1 ok 那我这边 plink的意思是 我要把这个东西 弄成一棵树给你看 碰到t 我就 如果是括号 那就先 把第一个括号去掉 你听听看 一定是个认算式 最后再一个括号 ok 否则的话 这个t要么就是0到9 的 一棵子串 那所以呢 我们比对出来会怎么样 3乘以5 加8 这是一棵树 虽然你看起来 觉得它一点都不像树 你把它 化成树状结构 这个每一个1 夹起来都是 都是一个结点 所以要火系自然圆 一样靠生殖率吧 只是倒过来 本来是从上往下 但是像呢 它还是从上往下 但是它下到最下的时候 它才开始往上 收回 那这种就是 递回下降 那这里 你看 s产生npvd 这句子 就是名词子句 接动词子句 ne 产生pd 加adj 型号 npd 名词子句 有个定词 接 定词 接形容词 再接名词 再接覆词子句 诶 这里 这里 这里写错 这里 没写啊 这里吧 太简单了 这里是 接下来 动词子句 变成动词加 名词子句 加负词子句 那动词子句 ok 那 负词子句 就是 负词 加 名词子句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规则来复析 the dog the dog so a man inpah the dog so a man inpah 那你要写成诗句助理的时候 你要先比对一个s 因为s会产生np和维 t 所以就比对np 和维 t 但是np又会产生 dp和n 所以就比对dp和n ok 最后就这样比出来 那 比较复杂的 像这个 这一串句子 可以转换成像这样的佛系数 但是呢 你要写出一个语法 可以用来处理 我们写的文章 很难 通常 你目前 就算你 把这个语法 建得很好 最多最多你只能够 把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句子 都可惜 完整 因为 很多句子 不完全符合语法 很多句子 其实是语音老下 中文更是如此 所以你要能够把它 耍回去变成一棵树 所以 我们可以用来处理文 我们处理 andog either cake 结果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颗一把书 andog either cake 就变成这样一个预防数 这个我们还是用地位下降模式 再做佛系 那你要佛系标记语言 因为它有标记 所以感觉比较容易 但是,其实标记语言 以SM为言,它外面是个人造语言 里面是个自来语言 你要处理自来语言的部分就不容易 你要处理外面的人造语言 标记的部分是容易的 好,接下来就问题大 当你了解了那个语言的语义法 你就算你能100%佛系出来 变成一个语法数字后 那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要靠语意 但是语意到底是什么 这是最麻烦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了解了那一个GIS 或怎么知道说电脑了解的那篇文章 电脑如何能了解一篇文章 这很困难很困难 但是不是没有人做 其实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 但是能够做的很有限 电脑到底怎么样了解文章 我们可以说电脑了解自然语言 我们可以说电脑了解自然语言 但是我们要说电脑了解自然语言 很困难 所以在自然语言里面每一个词 我们都可以说OK 我透过这个比对之后变成语法数 我知道怎么转换 但是 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动作 但是 自然语言有办法 比如说 我们先告IMTS 我就知道说OK 我要为S分配一个整数 空间占4个byte 就是他的语意 但是自然语言有办法这样 我先告一个struck 先告一个class 先告一个union 他都有他的语意 我用以固块都有他的语意 对 以固的语意就是 如果ESP满足的话 就做第一块 否则的话就做第二块 对 但是 其他的语意是什么 自然语言的语意是什么 那 以程式语言而言 语句 y等s加5 那就是把s加5的结果指定给y 这是他的语意 那这是 程式语言的语句等语意 但是程式语言的文章 就是一个程式 那像这个 以VS概YT等S LST等Y 他的语意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s比y大 那就量d设成S 否则就量d设成S 否则就量d设成S OK 我们可以 然后把它翻成组合元 等到同样的意义 的东西 所以其实 我们做的编译器是什么 它是一个翻译系 它是把高阶元翻成 d阶元 组合元之类的 那编译器我们可以做出来 对不对 你用GCC 你常常在用 那你都可以 每天用GCC 觉得 没错啊 它就是这样的设计 那你有沒有办法设计一个翻译系统 是把自然语言 翻成 它的语意 这里很困难 因为第一个 我们不知道自然语言的语意 是什么 第二个 就算我们想把英文翻成中文 我也做不到 翻得很好的 没办法 所以自然语言的语意 到底是什么 跟程式语言有点不一样 程式语言 我们都知道它的语意 我翻得过去 我可以翻成机器 我组合你 自然语言的语意 是什么 我们没办法翻译 但是它很有用 例如说机器翻译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 如果今天机器翻译 电脑可以做到很好的话 各位根本不用学英文 但是要怎么样才做到很好呢 什么样的机器翻译系统 各位觉得做得够好 一篇文章 你把它翻完之后 从英文翻成中文之后 至少要跟人翻得一样 对不对 跟人翻得一样好 Google翻译显然做不到 神经网路也有人用在机器翻译上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做不是很好 Google也不是不了解这个 Google用现在用大量的统计 用big data的方式在做统计 在做机器翻译 他挖了一个非常强的人 那个人是做统计机器翻译的一个 一个经典的路 直接把它挖到Google公司里面去做 给他很高的精准 但是也只能够做到现在的Google翻译那样 上不去 上不去 就算那个人在统计翻译做得很好 也只能如此 没办法 这个是目前科学技术的极限 这就变成the state of art the state of art 就是目前的艺术 但是这个艺术呢 大家都还不过不了 所以就一直在那边 我好一点你好一点 我好一点但是我这边好了 另外一边烂 只能这样 跟手机一样 手机其实是个简单性 然后相对于机器翻译而言 手机其实是个简单性 可是他们讲到这些竞争的是这样 对 但是他们是在比如说 速度啊 效能啊 使用亲切度啊之类的 在这种方面竞争 但是机器翻译是在品质上面竞争 就是说你翻译可以翻得过去 但是翻完看不懂 啊现在还没有任何人 翻完可以让你看得至少 通顺 不要说很好 通顺都打不到 把英文翻成中文之后 通顺都打不到 把英文翻成中文之后 因为有些你根本就觉得他翻译是五次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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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些人觉得日文很简单 但是你真的去做 你有发现日文不简单 翻译完 你会很不解 日文 日文有一些很奇特的地方 那所以自然语言的语意到底是什么 很麻烦 这件事情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核心 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 所以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稍微尽量说一下 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难讲 但是呢 不代表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来 有一种叫做隔状语法 但这个语法完全跳过了语法的概念 它其实是语意 以语意为导向的语法 跟之前的S等NP加VP 那个完全不一样 那个是生成语法 这个是隔状语法 隔状语法 是以意义为导向而设计的语法 所以它全部都围绕着意义在谈算 好 那什么是隔状语法 其实它有很多名词 比如说semantic role 那另外 shank 而叫conceptual dependence 其实这是 都是隔状语法的例子 好 什么叫隔状语法呢 来 它的规则 核心很简单 role action object by tool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角色 角色 会对某个物体做动作 用某种工具 这是它最核心的一个四元组 好 那说 爸爸用栏头敲音子 这个句子如果经过理解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 action 是敲 role 是爸爸 object object 是钉子 to 如果我可以建出这样的结构 那 我们说 ok 那我大致也了解你在说什么 对 你问他说 你这句话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 你说谁敲的钉子 他会回答你爸爸 你说 爸爸对钉子做了什么 他会回答你敲 爸爸敲了什么 他会回答你钉子 爸爸用什么敲钉子 他会回答你钉子 感觉好像了解 对 所以到底了解是什么 以这个角度而言就是 把 他的角色填上去 他的栏位填上去 其实我的博士文文就是做这个 基于栏位填充机制的SML文件减收方法 所以我对这个很熟 原因是 我其实之前做自然演员处理 就一直在 想这种问题 找这种解法 看到的 也就 比较经典的就是这样 但是 这种东西放在具体的东西上面 OK 放在抽象的东西上面 有时候很难 因为你光是用这么简单的模型 去描述其他东西 所以就不行 所以有人去扩充 扩充到各式各样的 那 这格状语法 其实是在做一个格子的填充 所以是哪会填充机制 Case Grammar Case 就是 第一 一样的 那 语法规则说 肉 动物 动物 动物有牙齿 所以他会咬 会咬 咬其他动物或吃东西 用什么咬 用牙齿 所以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规则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 刚刚那种规则 因为 因为刚刚那种规则 爸爸 敲 钉子 看起来都很合理 但是如果你今天说 窗帘 敲钉子 一点都不合理 因为窗帘没有手 他不会敲啊 所以你要进一步的再去细分的话 你会发现说 那动物会咬东西 因为他有牙齿 OK 这样 就进一步的去细分 好 那这里 看到一支 一个句子说 那只狗咬了 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牙齿 血淋淋的 这时候呢 我们在 再用 这种 狼胃填充机制 或隔壮女法 在处理这个句子的时候 你就会把狗填到 animal 这一个动物的狼胃 你会把 人填到people people 又是一个 adject 也是一个animal OK 所以就可以填在 adject上面 所以那只狗咬了 穿红衣服的女人 人 人是一个people 所以就符合这一个 牙齿血淋淋的 所以当我看这句话的时候 我把这三个元素抓出来 我差不多就了解它 它讲的是狗咬的字件 至于是 是哪个狗 那只狗 哪个人是穿红衣服的女人 OK 所以当你整次出栏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OK 这样子 差不多 有点样子 抓到了其中一些意思 那填充的结果就是这样 填充的结果 那 他会说 那只狗用什么咬 那个女人 应该是牙齿吧 因为以这一个规则而言 吐我是牙齿 虽然他没有讲牙齿 但是 以这一个规则而言 我们可以猜证 他还是用牙齿 他不用拿头咬鱼的 我剪刀要鱼 对 同样的 我们 我们如果 可以搭配语法 那就可以把这个 语法和语意 合并 你就会知道说 OK 翻红色浴谷的女人 这是一个NP 是一个名词指句 那这个名词指句代表 说他是个人 而且 是个女人 而且 穿红色衣服 从语法上面 又可以再进一步 再去 再去 再加上这种 男位填充机子 再去把 人 女 红色 填进去 OK 红衣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 问电脑 那只狗咬了谁 电脑就有可能回答 像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谁咬了穿红衣服的女人 给大家回答 是那只狗 甚至你问 那只狗用什么咬的女人 他会说 应该是有可能 雖然他被见了 这样感觉 是不是有点明镜 但是这种层次的语解 在语句上面 而且对于 实体的 通常比较有效 对概念的 通常不太有效 例如说 我写了一篇文章 谈论有关于 捷运杀人事件的事情 这句话你要怎么理解啊 人 会写文章 OK 文章 有主题 主题 谈论是说文章主题的一个词 你慢慢去填 还是可以填得出来 但是不容易有 因为那个规则不需要很大 但是即使这样 在语句层次这样子 那有些超越语句的层次 超越语句的层次 我怎么理解它 这会是个问题 什么叫超越语句的层次呢 那我们来看 有很多叫 就是 Shank他们提出一个叫剧本的东西 Shank和Belser 他们 在1977年的时候 一本书 专门写了一本书 在讨论自然语言 他做自然语言很久 他说 Squid 就是剧本 Bland 计划 Go 目标 和 understanding 每一句 那这本书 我之前在中文院的时候 借来看 那 我觉得 他 在这个语意上面 其实 还蛮不错用 而且也是少数可以用的方法之一 其他的方法 全都很难抓到语意 那 来 什么叫剧本 结婚 这个概念 会有一个剧本 什么剧本 男人爱一个女人 男人跟女人交往 男人跟女人结婚 男人跟女人交配 女人生了小孩 小孩长大 然后 外遇 外遇又是另外一个剧本 男人呢 又爱了另外一个女人 不跟她做交配 然后呢 女人发现这件事情 男人跟女人离婚 这是个剧本 这种剧本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每天都在上海 最近两天好像是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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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弯弯 弯弯 对 好像就符合这个剧本 对 而且 他不太符合的地方是好像 刚结婚 那 所以 你会看到 OK 这种剧本 有没有用 在电脑里要怎么用 好 我们真的拿它来用用看 这是我自己创造的一篇文章 对 对 对 範围之内 如果今天 你这个故事里面是同性恋 男对男 你就会觉得有点怪 然后呢 如果今天呢 是 他们没有结婚 就离婚 你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怪 好 所以如果我们用上述的那个剧本 来比对这个文章 那这个剧本 请注意看剧本 男人爱女人 男人女人交往 男人女人结婚 男人女人交配 女人生小孩 对不对 这些都是剧本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把文章给标了 什么标 约翰和玛丽是大学同班同学 在大三的时候 约翰 约翰是个男人 对不对 爱上了 玛丽 玛丽是个女人 毕业后 他们 他们是谁 男人和女人 对不对 就结婚了 所以是男人跟女人结婚的 那个桥段 OK 并且生了一个 小男孩迈克 小男孩迈克 是个小孩 所以生 那谁生 一定是女人生 所以你猜都知道 是玛丽生 不会是约翰生 对吧 老师怎么定义这个名词 是男人还是名词 就在这个名词上面 不要男人 就给名词储契 每一个名词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里面呢 有他的属性 可是问题是 你有女生 取男生的名字啊 也有啊 其实英文里面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用marry 对 他们没有取和假 他们只有marry 对啊 OK 那中文就有取和假的问题 如果你写版的人 懂中文的人 就会觉得很奇怪 老外可能不觉得 比如说 他說 瑪莉取了约翰 懂中文的人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 用英文的人会觉得正常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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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然後接下來呢 的橋段 約翰畢業後 進入一家到公司工作 我們沒有公司的場景 所以 沒有沒有這個劇本 但如果你加上公司的場景 你可以 可以加上 就是說 公司裡面有經理 有秘書 啊 那經理通常是男生 秘書通常是女生 或之類的 所以 你可以這樣子 做嗎 那妮可 是女生 所以呢 這裡只有一句話 我們比對得到就是 約翰 男人 妮可 女人 這個日久生情呢 如果你比較遺憾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其實是愛 對不對 OK 男人又愛上女人 所以這日久生情 男人 女人 愛 OK 那當 瑪麗發現約翰和妮可的外遇 所以男人女人外遇 愛 採生外遇 對不對 外遇 然後呢 他 所以 這個女士的他 所以 女人 決定離婚 所以是妮可決定離婚 欸 不是妮可 瑪麗決定離婚 然後呢 並且取得了麥克 麥克就是他小孩啊 麥克監務犬 然後 兩人離婚後不久 約翰和妮可就結婚了 所以 透過這樣的 劇本的填充機制 我們有可能讓電腦 抓到 這一個整段文章的 某些意義 你有越多的劇本 他就能夠抓到越多的意義 好 所以呢 我們這本書 什麼都要實做 所以我就真的來實做 怎麼做呢 我都畫簡 因為要寫一個 包含 無所不包的系統 在這裡實在太遠 我們都只用幾個實 這邊 我想 想 比對像 爸爸用狼頭敲冰子 貓吃魚 這種東西 所以呢 我就先有一個字典 爸爸敲冰子 狼頭用貓吃魚 好 這些詞 最後用問我代表說 沒有人 字典結束 然後呢 is list 敲 是knock 爸爸 是people 丁子 是object 狼頭 是hammer 貓 吃是eat 魚是food 是一種食物 魚也是一種animal OK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有case case長什麼樣呢 animal eat food animal 會吃食物 動物會吃食物 對啊 很合理 人 會敲東西 工具是狼頭 是不是 也合理 那我這裡寫英文 通通都是詞類 語意的意思 OK 他寫的中文通通都是我們要處理的句子 所以當我呼叫sematics 爸爸用狼頭敲冰子的時候呢 他 會給出什麼 people 爸爸 not 敲 object 冰子 他寫英文通通 這樣我就抓到他的意義 同樣 貓吃魚的時候就 貓 貓 魚 都是那種 一等 吃 不等 魚 那為什麼貓吃魚 會變成貓 和魚都可能吃魚呢 因為這裡有魚 魚也可能吃魚啊 那如果你不去按照順序的話 他是有可能講魚吃魚之見的 就是說今天他講魚吃魚 那應該也要了吧 食人魚吃了另外一條魚 而已 OK 所以暫時不去過濾的話 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那這邊就我們寫程式 先斷尺 你要把魚去先斷成尺位 對 然後呢 去找出那個尺 找出那個尺 然後開始填充 這個case field 開始填充 然後呢 如果 蘭位 一個 一個規則裡面 如果我可以填到 譬如說他有四個蘭位 我可以填到三個 那就不錯了 四個都填滿 那應該是很確定 OK 那如果只填到兩個 可能就不夠好 所以根據你填到的數量 我就能給他一個分數 那最後我把分數最高的丟出來給你做 這就是我了解的經過 OK嗎 所以這裡在做case field的時候 就是在填欄位 填欄位 在做case based的時候 就是在找最好的規則是哪一個 然後case field 就把整個 你對到的 染位的結果 變出來 然後 carefine的是在 找那個配對 就是什麼叫carefine 你會有這個嗎 所以剛剛那個 就是 電腦理解可能就是 貓 貓吃魚 然後魚吃魚 所以 電腦還是不了解 到底是貓吃魚還是魚吃魚 對 但是 但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魚 如果在這裡 會解釋成魚吃魚的話 代表它一魚填兩欄 這是 我們認為比較不好 你可以加一個規則說 OK 一個東西填到兩格裡面 那分數不要加那麼高 但是兩個東西填到兩格裡面 那分數就加比較高 那如果你這樣加的話 你就會發現貓吃魚比較合理 魚吃魚不合理 魚吃魚不合理 那你最後把最好的調出來 那就會是貓吃魚 不會是魚吃魚 只是我沒有做到怎麼寫 所以這個case based 然後carefine就是剛剛那個配對 然後semantics我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段詞 第二個印出段詞 第三個 用case grammar去比對 找出最好的比對 點充 接下來呢 把那些比對最好的部分 點進去 印出來 點數 所以呢 我們就找到 就會印出這樣的結果 這個叫做爸爸 peeple爸爸 nut 喬 object 點子 animal 或者是animal 這裡兩個都填 因為我們沒有做那種 一個填兩個算比較少分 結果這兩個都一樣做分 通通丟出來 OK 那 剛剛看到的這個是句子層次 句子層次的語意 用欄位點充去解讀的方式 句本層次的 我們也寫了例子 所以我這邊寫一個squid 這個squid 約翰和馬力是大學同班同學 在大戰時候 約翰上馬力就是剛剛那一天 然後畢業後他們就結婚了 並且生了一個小孩 麥克 約翰畢業後進入一家 大公司工作 也會表現良好 可以把作為經理 尼克是他的秘書 由於工作上朝夕申請 約翰和尼克日久申請 OK 當馬力和約翰 發現 發現約翰和尼克的外衣事件 然後他決定離婚 並且取得了麥克監務權 兩人離婚後不久 約翰和尼克就結婚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知道約翰是個男人 知道馬力是個女人 而且他們填到一個肉 肉腐這個沒填到 但是他填了兩格 目前在這一句裡面 最好的就是這個兩格 對 好 接下來呢 在大三時 約翰愛上瑪麗 所以這填到三格 約翰是填到妹 愛填到肉 瑪麗填到我們 填了三格 所以這句應該比較確定 再來 畢業後他們就結婚了 他們 他們 是 這邊 是對到妹 那 Women 也對到 他們 也對到 因為他們 男女都會對 那 結婚 Merry 結婚就叫Merry 這基本上 就只是 一對一眼 好 並且生了一個小孩 麥克 所以 生 蹦 生填到蹦 然後 麥克 填到 BABY OK 蹦BABY 那 問題是誰生 這一句沒講 但是 前面其實 有 線索 對不對 只是我沒把前面的眼鏡 我只填這一句而已 OK 所以 就沒有填前面 那是你最後其實 如果你 再做一個 角色的 推斷 應該是可以推出 是 馬力推 馬力生 對 再做一個角色的推斷 應該是OK 只是我現在才是比較簡單 所以沒有做整個推斷 OK 那 約翰畢業後 進入一家大公司工作 這個完全沒有比對到 因為他只比對到約翰 然後 他比對到的最好一句 就只有一個 洛福和盧工本都沒有比對到 所以這一句其實 就是 基本上沒做到什麼 由於表現良好 被把主為經理 這句話 什麼都沒比對到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其實 這一個 不應該點出來 但是因為我把每一個 最好的都點出來 這一句什麼都沒比對到 他隨便選一個 丟出來 然後呢 那 妮可是他的隸書 OK 那這時候 他是男人 對不對 然後 妮可 是woman love沒有填到 因為這句沒有講到 但是 以這個故事而言 love是對的 有些故事這樣 不會是對的 那 日久生情 對應到love 約翰對應到man 妮可對應到woman 然後 extramatural 這是我查出來的 外語的英文名詞 真的我不知道 外語的英文名詞 然後來 就這樣 對 那你會發現這個 欸 這一句很有意思喔 這一句 約翰 然後呢 瑪麗妮可 都填到woman 外語 那到底是跟瑪麗外語 還是跟女兒外語 如果你在前面看到 瑪麗已經和約翰結婚了 就不可能是外語 對 看自己老婆外語 這不叫外語 對 所以瑪麗應該會被閃掉 只留下妮可 但是我們沒有做後面的這種 衝突排除動作 所以就不留 OK 他決定離婚 那他就是女生 deboss 離婚就是deboss 然後呢 應前取得mine 這其實沒有疑對到什麼 只疑對到一個mine 這個呢 比對到離婚 這個 約翰 尼葛結婚 有比對到 那兩人如果可以比對到 約翰和尼葛的話就清楚 但是我們的參詞 沒那麼清楚 他把養和人 各算一個字 所以可以比到 如果兩人 建成一個詞 然後呢 讓他可以比對男的 也可以比對女的 那就可以比對到 OK 所以只要加一個兩個人 的詞 然後讓他 可以比對男的 也可以比對女的 加上name的屬性 和後部的屬性 就可以比得到 好 所以 最後我們的程式 就是這樣 把句子 全部一句一句 建起來 然後 其實可以從檔案圖 我沒有從檔案圖 我直接加在程式裡面 然後呢 把字典 建好 把每一個詞的語意 屬性標記起來 然後呢 把這些欄位寫好 然後 man love woman man date woman man marry woman 就是 男的愛女人 男的女人交往 男的女人結婚 man sex woman 男的女人交配 woman bone baby 女人生小孩 然後 baby grow up 小孩長大 man woman extra martial 就是外遇,男人女人外遇 男人女人,男人女人 這就是我們所有的格狀見譜 最後一個我用Nurr 因為我才知道到這裡結束 C語言的政見沒有大小記錄 所以通常會用這樣子 或者是你另外記憶一個RNT 記錄它的大小 我們是用Nurr的方式做 所以最後呢,我就把這個句子 每一句都拿來做Cemantics算數 Cemantics算數 Cemantics.c在哪裡? 就是這個 Cemantics 就是上一個程式做單一句子 只是現在的規則就變成那個句本庫 這樣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做到的就是透過這樣子試圖 去抓一些符合格狀的欄位 還有符合劇本的角色和動作 好,這樣應該比較清楚 那這一張大概也是 也是算是這本書裡面最有特色的一張 你在其他的書 在哪一張書 也很少會找到 把這個東西實作出來可以看 還很少 我看了那麼多書 從來沒有找到有人 真的實作給我看過 而且像Shamp他們有實作 他們用list 那個1970幾年的事情 就一直在做 好,所以那個程式我們基本上是看不懂 所以我們到這一張為止 有一點AI的感覺 有一點AI的感覺 但是不是很強 你基本上就在做填充填充填充 填對 你好像就了解它 這一點就我這麼多年的研究經驗而言呢 我會有所保留 我會蠻有保留的 你會理解這件事情真的太難了 所以即使我們做到這樣 你會覺得它好像理解 但是最後你會覺得 它只不過是在填框框而已 那框框填完就真的理解了嗎 這要看你所謂的理解程式 如果你今天問他問題 他不會回答 他那瞭解可能就是 你可能問他 他就跟你講個名字 他可能不知道這個名字的意義是什麼 對啊對啊 比如說 這些框框填好了 他可以回答你問題 但是你說他真的瞭解 他真的瞭解什麼叫外遇嗎 或他真的瞭解什麼叫結婚嗎 外遇和結婚又是 非常複雜的一些概念 所以他雖然能夠填進框框 不代表他瞭解 但是他可以表現出好像瞭解的行為 在問答的情況之下 他其實可以表現出好像瞭解的行為 這又有一點就是說 他是一個比較深層次的 他還記得我給各位看過的那個Elyssa 還記得我給各位看過的那個Elyssa是嗎 不是我跟他聊天 然後他就跟我聊天 然後他會說 那你的家人好嗎 你的爸爸還好 但是他事實上都不了解 但這個東西你說他瞭解嗎 看起來好像瞭解 因為他填的格子 而且他可以告訴 知道說你到底現在在講的是哪個格子 然後把那個格子抓出來給你 或問你說另外一個格子 回答你另外一個格子的問題 明時跟事件的圖片又兜起來 就把圖片就可以把他兜起來 也可以啊 如果你今天是用 圖片影像 視窗系統之類的來寫 或用網路的系統來寫 你可以把圖片啊那些通常都綁緊 對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淺誠的理解 淺誠的理解 畢竟他只是把東西填到格子裡面 然後可以取出你要的東西而已 但是這只是我覺得只是淺誠的理解 那深層的理解 譬如說什麼叫外遇 這個要真的理解 我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我給一個外遇的劇本 這就叫真的是外遇嗎 也不完全對不對 我覺得外遇這件事情 要能夠把他語意表達出來時 但是有點困難 沒有 如果是外遇的話 他就很困難 哦我知道 和兩個以上的女兒性 這裡會有個誤解 媽媽和女兒 媽媽和女兒 和兩個以上的女兒性交 這可能就是外遇 對不對 但是這外遇裡面還有區分亂倫 和那個 那因為如果你是女兒 對 對 所以 這故事其實很複雜 對對對 有時候會比對錯 如果你剛剛講 在一起的話 那就可能比對錯 對 那而且呢 有時候還會比對 有些是 就比對太多 有些是比對太少 亂倫也算是在外遇一個狀況有沒有 應該這樣子 或許可以這樣看 或許 或許 但是也有人不這樣看 也有人認為不是 那另外一個例子我在講 你說和兩個以上的女人 在一起就是外遇 可能不是 為什麼 因為他結了兩次婚 對 中間離了一次 對不對 那他確實和兩個人在一起 但是他沒有離婚 沒有外遇 像羅素一輩子結了超多四婚的 對 那他是真的有外遇 但是 但是 不見得每一個和兩個以上的女人 在一起都是外遇 對 可能會抓錯 過強或過弱 多可 對 這都點了在那部小話 所以你這種方法 其實我覺得 他是一種 比那個Elisa更深層一點的理解 但是還沒到真的很深層的理解 那什麼叫真的很深層的理解 那什麼叫真的很深層的理解 我覺得現在電腦只做不到 那我電腦沒有 現在還沒有所謂深層理解的這件事 所以差不多這樣 我們是時間到了 好時間到了 好那我們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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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